有的 开门呢 开门 开门呢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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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呢 开门 开门 郭家法治不涉危急军情 宫门关闭以后断然不可善开 小人退下 舅舅 舅舅舅 你别走啊 舅舅舅舅 我不要看你了 放开 放开我 长城有紧急军报 要面称滇子 开门 皇宫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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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总长 看来卢尚书说得没错 太子殿下 真的被软件在行宫里了 你赶紧决断吧 陆总长 等到圣旨下来了 就全晚了 是啊 陆总长 是啊 赶紧决断吧 陈御史 下官在 停试什么时候结束啊 礼部通文 沉试开始 四试结束 好 那就定在停试之后 午时出课吧 好 趁热打铁 下官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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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已决断 非因不幸在做 但怕节外伸之 还请诸位最好不要离他 那是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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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总长 那也应该派人 到丹分门外去盯着 还是下官去 李御史刚从行宫回来 一路辛苦 陆总长 下官复住得近 下官去 对 陈御史家就在丹分门外 对面的巷子里住 陆总长 下官无碍 还是让下官和陈御史 一道前去吧 也好 两个人互相有个照应 是 是 还有一语 请诸位牢记 我等今日去 千万不要违背初衷 提及行宫之事 免得 适得其反 是 福雀 什么时候 陈御史悄悄递出来的 午时之初停逝之后 他们想闹事 说他们不是去替太子神愿 是要求陛下 让大王出境 这 这只剩下两个时辰了 怎么能拦得住他们呢 这怎么办呢 我的大王啊 钟书令 你今天说什么也要救救大王 钟书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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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大事化小 说什么呢 你那两营的武备 都照落在我赵雍身上 钟书令 钟书令 闭嘴 被执笔 去 庭氏用的试卷是里布郎中保管的 你现在就去找他 说是我之托 你跟他说 他为我忍今日之躯 我许他将来轻二之位 是 去吧 来人哪 送安平伯到后院 我马上要待客 安平伯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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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臣妻有端 罪时无名 全君臣义 成父子亲 家国永安 天下太平 君子今日 百离成人 陈爱慕的一切爹爹 最后都要给大哥吗 拦住吕恨 他世事代价 对陛下不力 朕皇长子定堂 应无可造 再加底力 或可更进一步 国治亲王用金带 朕今日特恩赐其御代 疼 疼 陛下 什么事 陛下 和尚书求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陛下 是 国典廷师 你不好好准备 你跑这儿干什么来 到了吗 陛下 臣有失职之罪 今臣起库 一封试卷 被库中蜀咬 密封半开 可新科进士们 已至宫门 禀告陛下了吗 陛下还没有还宫 可新科进士们 全都入宫了 现在禀报 停士 势必就要更改日期 改期 听说御史台这月 月课还没交呢 要是让他们知道 要改期 何少叔 你这是打科 是给递枕头啊 你放心 小事一桩 为方万一 臣恳请陛下 重唤师弟 重唤师弟 需要多长时间 数十份试卷 重印 最多半个时辰 加上密封 一个时辰足有盈域 臣 恳请陛下 派殿帅 通往监察 和尚书 在 证给一个半时辰 此事的责任 事后再追究 臣遵旨 叫历室回上来 是 我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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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你跟和尚书先走一步 把这个交给李公 在诗卷没有封印好之前 该部的人不得一动半步 臣遵旨 还有 新科进士进入丹方门内的口 人到之前 任何人不得死予走 臣遵旨 骑驾 慎驾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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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10 所以 等等 我 停时改时 不用改路 四时入宫即可 小人遵旨 你接着睡吧 臣不敢 大人 停时已经推车到了四时 下去吧 是 这路老夫已经替你铺妥 接下来该怎么走 就看你的了 臣御师 是 忠书领厚爱 下官敢不用命 大了老夫这把年纪 每见臣御师这般少灵 总是不胜艳羡 康庄大道 虔诚无量 下官谢过主书令 可是 我还是没想明白呀 这不撞在一处 又怎么能够大事化小 是谁告诉你安平伯 我要大事化小了 李御师 臣御师 这 这更衣怎么这么久了 怎么样了 这陛下怎么现在才回来 难道晚了 那 那 那停事呢 你在这儿守着 我得回衙门去 告诉陆若是他们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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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我 圣驾旨 里头就是杏克晋士 先上丹方门看看 等晋士进了垂公殿 再入殿 遵命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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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结束了 陆仲长 我们赶紧走吧 那两个也是 不知道报一声 这到底结了还是 就是没什么可报的 还不报吗 天资选本生 还要等哪个比头的慢 那不成吗 陆仲长 就算没钱 咱们比比不就行了吧 陆仲长 赶紧走吧 咱们晚走一步 太子殿下就远离京城一步了 是啊 是啊 陆仲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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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他脸皮厚 也不怕难看 考完事叫他留下来 一家人一起吃顿饭 有个事 朕要告诉你 臣遵旨 请问陛下是 他脸皮厚 你的也 是 是 什么事啊 陆英的公子是本科吧 是 你跟陆英家的人 不止见过一两次吧 臣怎敢再私会外臣 陛下 问他是要 爹爹 如果我脱不开身 还请姑娘 回来后 务必将结果报知令尊 回去告诉令尊 事已无碍 不要请就忘了 陆 陆仲长 你们不能 别嚷嚷 你不用了 啊 陛下 请用 茶 吴师献殷勤 谢爹爹恩典 陛下 陆英带着御使们去了垂拱殿 替太子鸣不平 冲撞了庭室 陆仲长 顾逢恩他们 也跟着 也跟着闹出来 他们是你叫来的 行宫的事 他们怎么知道的 陛下 臣一直跟陛下在一起 是 那就是如是鱼 陛下 绝不会是如是 这就是他 要替你讨回的公道 不是 悬在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 不是如上叔 陛下 是 把如是鱼给我叫来 是陈 是陈 大王 御使台交给陈 里面那些人 就交给大王了 毕竟 要获罪的何止 陆英更有 是 是陈英之子先站起来的 他缴绕了考场 陈让人先把他带走 这些人就 毕凡 在陛下面前 跟着御使台一唱一恨 你敢胡言乱政 唤眼妖君 陛下 臣无能 可里外都是卢尚书的门上 臣实在是 住口 陛下 站起来的记名 殿帅 不能去 看他是听你的令旨 还是朕的圣旨 好 夫人 要把这套屏风折起来吗 放着吧 大人大概是想留着 给一位重要的人 这书道的名字 大人思前想后 到底想到了没有 我们可马上就要走了 谁知道他呢 等着他回来再问吧 好 摘下来 余带 还有棺带 没车 送他去找令 真看 谁敢留得下他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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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什么人 请卢尚书让路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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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陛下 老臣行将去国 身受国恩 无以为报 行前 请陛下许臣 再进一言 瑞氏四年六月七日 先帝赵臣入宫 守旨十年五岁 太子殿下对臣言 请你来教我家子弟 望你尽心竭力 成就他做忠孝仁义 堂堂正正之君子 当日 臣引下太子殿下 奉的茶 而后 臣无一日赶忘却先帝 对臣的重托 期许 楚父五岁楚歌 明明自律 至今一时五载 五千余日 血与风霜 延讲臣商告病告假数五位 而楚父 从无一日缺席 是此 臣不敢自诩为人事 君子有所为 君子有所为 有所不为 有所为不义 有不为义难 陛下今日选择 关系非之今日 费尽一人 君子得风 小人得草 圣天子今日保护者 天下独书人 待天子部王丰得化于海内 世事与内成亲 天下太平 是老有养幼有势 不无私私女孝 君王前臣子宫 是我朝恩子传承百事 是我朝臣民万代感恩 老师 老师 你不要再说了 我圣天子 臣以此为念 今日此地之决断 为臣民之法事 万事之典范 今日之事 是臣诸实 放我仲介 臣罪同秋善 万死莫死 臣故不敢戴罪 于圣天子构下 敢请圣天子 明察秋毫之末 万方有罪 只在臣宫一人 万人 倒上 可不准 监督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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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老师 疼吗 您等等我 我去教教医啊 殿下 殿下 是我在屋前一日 臣跟殿下 讲过这么多的道理 臣今日就为悲了 惨愧啊 不 不 殿下 尽生利水 欲出昆杆 错柱利水 欲遂昆杆 五不催者 怎便美识 人不催者 何言傻 殿下 四刀的书刀 好美 之后 就叫 清 天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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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就 你 在我 忠书令不怕获罪于天 可是朕 还没有这个难兵 李春贵 把你的人先叫回来 也把太子 先请回来 睡 我记住了 我记住了 语言讲 郡子死而惯不免 何况只是去凤陵 去驱本宫的衣冠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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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